3. 東方日報 全程達2 無酒不歡帕斯 2015年7月26日富刊E.02 全程達2王進達要了解一個地方 自然小不了從美國出發 為處西部的帕斯 由於氣候及土壤與法國波爾多尚似 提供了得天獨厚的環境種植釀酒葡萄 尤其是瑪格爾黎特河地區Margarit River 出產的葡萄酒自香自順 名氣雖不及法國及意大利 但早已是澳洲頂級酒的對名詞 相信葡萄酒愛好者來到帕斯 一定會樂不思熟 西澳人對飲葡萄酒非常講究 亦可說是十分嚴格 販賣葡萄酒的餐廳及每位工作人員都必須領有酒類服務證 比香港五星級酒店環繞嚴格 個別餐廳甚至有權於週日或假日晚上十時後停止供酒 酒莊內的餐廳 每道菜都會配不同的餐酒、控酒、白酒、汽酒 餐前甜酒、果子酒等也有選擇 更重要是大部分酒的價錢也不貴 簡直是愛酒人士的天堂 由美酒也要配上街牛才是一絕 當地的黑松露 水準及產量一年比一年高 今次考察的黑松露農場 採集出來的黑松露粒粒都如拳頭搬帶 由訓練有數的黑松露粒犬取代母豬 帶遊客找尋黑松露的位置 然後由遊客自己親自掘出來 不消數分鐘已找到多粒黑松露 農場旁邊的餐廳 提供多款黑松露的佳牛美點 如黑松露雪糕 雪糕的又滑口感令黑松露的香味更加突出 黑松露配當地海鮮也特別鮮甜美美 西澳成產的龍蝦、鮑魚、生蠔也不要錯過 還有唯一在西澳出產的淡水龍蝦仔 肉圓鮮甜 難怪食神滔滔也指定10月份要帶團友來拍斯大拆海鮮 香港旅遊業議會副主席兼康泰旅行社董事總經理王俊達